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岳部踏上云端 它与飞鸟为伍 绝世之马来自雷台 雷台是出立在甘肃五维市区的一处夯土高台 一九六九年 一座东汉墓葬在台下被发现 墓葬的主人是一位张姓将领 专器的墓室里排列着规模壮观的车马仪仗 拥有一支奢华的出行车队 是汉代豪族无论生死都竞相追逐的荣耀 仪仗全部采用青铜制作 包括武士十七人 蒲丛二十八人 车鱼十四辆 牛一头 马三十九匹 沾马的队列之中 独有一匹 一群绝尘 迅疾如风 从各个角度观看 这匹马的造型都堪称完美 身形匀称 姿态矫健 头部微微侧倾 似乎蹦发出浑身力量 却又显得闲庭信步 这是一匹超越凡尘的天马 卸下安佩的羁绊 摆脱骑手的空域 他重归自由 汉武帝撰文赞颂 天马足彩浮云 出入仙凡两界 与飞龙一起游戏 躺下血色的汉地 两汉时期 河西是骑射男儿纵横驰骑的天堂 武威 张叶等四郡不乏水草丰沛的绿洲 既是狭路相逢的战地 也是宛若天成的牧场 公元前二世纪末 为了稳定边关 保障交通 汉朝屡次发出向西域求取宝马的号令 从乌孙国的西极马 到大渊国的汉邪马 汉朝皇帝将人间骏马 预作天马 天马受到邀请跨进长城 也带领大汉的将士走出观赛 凿空天险 开通道路 所凭借的不为人力 更有天马行空的旗下 恰如徒手塑造神居 同奔马 头 眼 鼻 张开 涂绘珠色 棕毛和尾丝厚羊 令人仿佛听见丝鸣与风笑 唯一支撑身体的马蹄 轻轻踏在翱翔的擒鸟背上 鸟儿惊觉地回首探视 上演了戏剧般的梦幻 这是一件无与伦比的节奏 马儿奋起四体 舒展的姿态定格在一瞬间 假如时间封印解除 它将立刻消失在我们的视野 马 是地表优美的游物 云端清零的使者 天马拗手行空 一如人类的想象神游万刃 即使没有羽翅 它也能飞驰如光电 平步于天际 国宝流言持续更新 请注意查收